董事长跟李总经理 请曾次长跟齐局长坐着 你们可以坐着但是请也仔细听 两位好 董事长总经理 我们101年整并四个港务局 成立了港务公司 那成立三年多了 结果呢刚才你们说 本来3000人 结果减掉1000人 其实不是减掉1000人 如果再把港务局的人加上去 那没有减那么多人 因为本来是整个港务局管这些港口 人是没有减少 不但没有减少 你说2000人你们又增加了400人 对不对 所以呢 港务局现在多少人啊 局长 680几个 所以呢并没有减少 3000人 你们又增加到2400了 减掉1000人 2400再加680几 还是超过3000人 还是超过3000人 不但超过人事没有减少 你们呢又生出来很多子公司 刚才有委员问过了 我们再说一遍 港琴公司 物流公司是现在有的 你们还要再来个观光发展公司 土地开发公司 货柜码头公司 是这样吗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港琴公司 这是百分之百的港务公司投资 港务公司是百分之百的观股 港务公司必须像今天一样来这里背询 我们要审他的预算 可是你们成立了子公司 就不必来立法院 逃避监督 可以乱编预算 乱增加人员 这是我们的忧虑 我们就说 这一家百分之百 由港务公司成立的港琴公司 增加了多少人事费用啊 我们都不知道 还要多少行政费用啊 我们也不知道 两位 百分之百啊 百分之百的观股的港务公司 成立了百分之百的港琴公司 结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包围 第一个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那个两千人里面 是有报告港琴的员工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港琴的预算书 有跟我们的港务公司 预算书都有送来大院来审查 是啦预算 可是我们不知道 那些人事是不是酬庸的 营业预算是不是乱浪费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监督 跟委员报告 我们的人 像我们的董事长 就是我们黄智信务总监任 那我们的总经理 也是我们同仁监任 不只是人 是整家公司 这应该算是百分之百的观股公司啊 那我们的原本 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本 港琴公司的预算来啊 有有有 好不好 有吗 不是只有在港务公司下面 这是百分之百的港务公司 所成立的百分之百的子公司 那当然是百分之百的观股啊 是 好 这是 那如果这样 其实它成立子公司有什么用 干嘛要成立这个子公司啊 那根文 很报告 因为原来港琴我们是分在四个港 那我们现在把它集中成一个港琴公司的话 第一个人员可以集中调拜 第二个 那个采购可以集中采购 然后那个整个汇购 如果你们不是逃避监督的话 那就请送来啦 我是觉得这个是多此一举 百分之百 这成立一家百分之百 那你就在你港务公司向下的这个勤务就好了啊 这就是港琴托传业务嘛 还有什么 对不对 好啦 你们要这样 那你们就送两本吧 包括人事哦 好 我们也一样要审哦 如果这样 招伟这样的话 我们也一样要审 因为它是百分之百的观股 来 再来 物流公司 现在外面一大堆物流公司 刚刚我们说的不与民争利啦 好啦 你们一定说你们没有与民争利 对不对 政府出资的 来我们再说 其实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叫做阳明海运 阳明海运呢 它现在是百分之三十五的观股 其实就是观股啦 不止百分之三十五啦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阳明的 现在的董监事都是交通部指派的啦 好 阳明海运呢 其实完全是政府控制 结果呢 它又去成立什么 好好物流 子公司叫做好好物流 结果这个好好物流呢 又去跟人家合资国际物流 自己打自己 它成立一家物流公司 但是它又这家物流公司 又再跟别人 再去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再来竞标 甚至标自己阳明海运的 那这个就是自己打自己了 不然是什么 或者是甚至去跟人家成立的那一家 还是他的太太 他的亲属 就是这样搞的 子公司一开始 你们可能还装可爱一下来这里 背询 或者送两年预算书来 然后以后就是这样搞的 结果呢 这家好好物流成立了 到现在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生意可言 看不出这种投资的意义在哪里 那你们港湖公司的物流公司 是不是也是这样 报告委 那个物流公司 它本身是要配合 那个整个智慧应酬 做多国疾病跟海运快递等等的业务 是啦 你在这里说都是冠冕堂皇都很好听 我现在指出点出 以阳明海运当例子 就是要告诉你们 这些子公司也许一开始 它的意义是良善的 它的精神是好的 它的做法是对的 可是 可能过了一两年 或者三五年 或者换一个主管 整个的招监去 然后呢 子公司又不能接受 立法院的监督 我刚举的例子 阳明海运 我们监督得到吗 监督不到 可是呢 关股35% 董监事都是交通部指派的 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物流公司的 我们每年度呢 我们都会有一些云印计划 那如果委员会想知道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云印计划送来给委员 所以委员还是可以来监督我们这家物流公司 次长 局长 我要你们在那里听 他们如果再讲不下去 就要换你们两个上来 这个他们的说法完全没有针对我的问题 来我先把这几个子公司都跟你们讲一次 港务观光公司 再来是港务观光公司 结果你们这家港务观光公司呢 跟我刚刚讲的不一样 是去跟人家一家 加勒比邮轮公司 合资要成立 但是我们占49% 刚好没有过半 这个呢 刚好人家可以鬼蛙庞 刚好呢 我们的不足以控制经营权 这将来会有问题啦 这将来会有什么问题呢 主导权不在我们手上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 港口所在地的地方政府 这种磨合 恐怕不是外国公司 它可以做得好的 我们又没有主导权 好 比如说我就要说啦 我们安平港 上次我已经做了决议 安平港是古都台湾 第一个首都所在的港口 我们当然发展观光 安平港应该要是首选 安平港现在还有 游艇码头 非等于是世界级的 一级的豪华游艇 都喜欢停泊在安平港 那游轮当然会有它港口的深度啦 或者天然的局限 但是也是一个 应该要认真考虑规划 在整个观光产业的一环的 如果一个外国公司来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它是不是了解 根文报告 最主要我们跟他合作是 因为黄家之二比它是世界第二大的游轮公司 那它对发展这个澎湖的一个观光 还有台湾的观光很有信心 那但是它是说 我船如果引进这个船队把国外理科带进来的时候 希望我们港口公司能跟他合作 然后一起成一家公司来进行 合作很好啊 那为什么他51我们49 那他最要51 最主要是说 因为他整个他的云印 他们的对外的一个 投资策略 他们希望说 他们能够有一个 51%的一个 一个经营权 那当然我们到时候 主导权啦 我想是这样啦 因为这个码头也是属于 国家的 那我们只是把这个码头 租给这家子公司 所以 他并没有办法说 是控制整个码头 因为码头还是 港务航港局的一个码头 那只是租给这家子公司 那他主导是 主要是把船队跟旅客带进来 他负责经营而已 并不是 并没有拥有这一座码头 那经营 这样 你的说港口的主导权 在我们手上 港口 但是观光的经营主导权 在他的手上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也报告 那个他在 所有的投资的建设 百分之百在台湾 所以他建设也带不走 所以其实他离开之后 建设正在台湾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合作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了解了 港口的主导权在我们 但是观光的主导权在他 借重他的国际经验 但是呢 跟所在地方政府的磨合 这个你们要需要 去做协助 那那个投资是港口的港务公司 49%确定吗 对 现在跟他谈就是49% 好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 也要让保持跟交通委员会的沟通 好不好 来 土地开发公司我比较没有意见 因为这是高雄港四合一的精神 这个我比较没有意见 再来 刚刚这个赵伟也讲到了 我们所谓的 不主动收回码头 这个我想要请教 我们这个货柜码头公司 港务公司要成立高雄货柜码头公司 没有错 现在呢 货柜已经进步到 现在大部分以前的这个装卸货呢 已经进步到现在都是货柜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到底是像刚才赵伟所讲的 这些旧的业者 希望你回收收回去 啊你不积极收回 还是人家想要做 你硬要给人家抢回来 到底是怎样 官方委 这个码头都是新盖的 就是周期二级新盖的码头 就是一个深水码头 那我们是希望跟国外合作呢 是希望把国外的航商跟那个经营商 比如像这个PSA 就是新加坡或者是DPO 把它引进台湾进来 然后呢我们这个部分呢 不是旧有的码头 完全就是新盖的码头 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台湾当成他们亚洲的一个经营中心 我没有办法想象 你们盖一个新的码头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引进外国人来这里经营 那我们现有的这些装卸的业者呢 你怎么没有想到说去福岛让他们也可以upgrade 也可以升级 也可以来使用这种货柜码头 我跟我们报告我们当然招商是有票 但是如果说国内业者也希望加入我们也欢迎 我们并没有说一定是吗 但是因为这个投资金额很大 总共要三百三百 两百二十亿左右 它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那以目前来说的话因为国内航商像长龙它有台北港 杨敏它有刀敏 那所以说国内的航商可能资本而上 它有没有这个财力 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它有那个财力来投资 各位报告那个最佳的选择应该是说一家货柜码头经营业者 跟两家或三家以上的那个国内业者一起合作来经营这个国际货柜码头中心 是所以呢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啊 我们认为这个必须舊的装卸面临淘汰 但是这些呢你要让他们辅导他们去转型 也可以升级到这个用新的这种货柜啦 我们所谓的这个TV啦来处理 那最佳方案到底进行怎么样啊 你们到底是全部就觉得说找一家外国人来最快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是会公开征求投资伙伴 那我们这个投资伙伴是国内国外都可以进来 我知道啦但是是不是能够像董事长讲的这样啦 把国内的这个业者也让他们可以辅导 我们有在跟他们谈但是都还在谈 因为这个有商业机密我们就不方便公布 好啦好 好谢谢叶玉京委员 这个同样的部分 这个有引起那个民主